大家好 我家房子前后两面墙上都有室外水龙头 通常是接橡胶管 手工浇花、浇菜 有时候也浇一下草 现在深秋了 冬天马上就到了 所以老公来检查一下 这个水龙头有没有问题 然后修理一下 跟大家分享 外面的水管要接到自来水 这个龙头上面 因为这个管子就跟室内的自来水连上 室内自来水又跟城市的自来水连上了 所以它为了防止室外的水管的水返流 也就是说外面的水可能是脏的 这个脏的有可能返流回去 你比如说它负压了以后 它可能会返流回去 返流回去 第一个是跑到你室内的自来水 系统里面都是脏水了 那么有可能又流到城市的自来水里面 所以他们呢都有这个要求 只要有外面要接管的 就是户外管的这种 它要求一个反向法 就是有个反向法呢 就是说水呢可以出来 但是呢它不能回去 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功能呢 就是抽真空的功能 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个开了龙头以后 然后我一关 它最后呢它会反向抽一个真空 把这个水管里面 墙里面这一段 墙里面大概有这么长一段 因为这个龙头呢是接在这个里面的 这个这一段呢它原来是有水的 但是呢这个水不放出来的话 冬天它不就还是要冻吗 假如非常冷时间又很长 即使这个墙的话呢也可能保暖还是不够 因为它毕竟是金属还是露在外面 所以呢最保险的办法呢就是说 这个里面这一条段 它是关上了 这个水呢 我就把这个水呢 这个用真空的办法呢 我反向给它 给它反抽出来 也就是说呢 这个里面呢 这两截里面 最顶上这个是反向法 然后这个呢是个真空法 就说应该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关上这个阀门以后 你等一下时间 等一下时间 等个这个十秒二十秒 它应该呢有出水过来 就是突然一下子这个水就出来了 那这个水出来呢 是原因呢 是它反反抽的这个真空 把这个管子里面 这个这一小段 这个水呢把它抬掉 这样里面管道里面它不就空了吗 那你动的话呢 空管是动不坏的 就是怕是把里面的水冻成冰 然后呢把这个水管弄爆了 能爆了以后呢 要是里面爆了的话呢 实际上是在室内就坏了 所以呢 反而呢 就是把房子给弄坏了 动的时候呢 就你比如说先打开 打开了以后 然后我再关一 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半天 也没见水出来 对吧 那么也就说明了这个真空法坏了 那么这个呢 是Safe Draining Vacuum 那么Safe Draining呢 意思就是说它自己会把这个多余的水呢 就管道里面的水呢 去掉一部分 就是说 而且会产生这个Vacuum 它实际上呢 打开了以后呢 这个相对来讲贵一点点 贵一点点呢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两段 就是这个房门里面呢 这个它还有其他配件 一个呢是密封的这个胶带 那么还给我给了一个密封圈 那么新跟旧呢 我们把它放正一点 这里面本身是有个电圈的 这个电圈的话呢 那么这个电圈 就是它还多给了一个 多给了一个 也可以用在下面这个 那么它实际上是两节 两节的结构 就是上面这节呢 是一个反向法 就是防止那水呢 从这个你水管里面 外面这个胶皮管的水呢 反而抽回到你这个 室内的这个自来水里面 那么这样是一个安全 那么下面这个是真空 做真空用的 所以你可以看它这个是有洞的 就是有很多洞眼 就是这些洞眼呢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来出水的 来出水用的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呢 它这个 它这个结构里面 我没拆开过 不知道什么什么原理 一般的原理呢 就是靠水的这个流动 产生真空 然后把管道里面的水呢 给它排掉 这样的话冬天呢 就比较安全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还给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 这个锁死的装置 就是这个地方是个 这个锁死的螺栓在这 那么我现在呢 就是要把旧的换换下来 然后把这个新呢 换上去 那么这个它本身来说 是一个不锈钢的这个产品 就是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堵死的 就是这个地方是堵死的 独死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反向阀 先把水管先拆下来 这个水管里面是有水的 因为这个地方也挡着 因为这个地方也挡着 这没办法 没办法 石上劲 不是 没办法转大圈 现在 现在就只是一点点转 现在下来 用的这个 这个蜜蜂的 这个 原来是个红色的蜜蜂的 这个 现在呢 都被我弄掉了 那么 我现在要 我先把这个 我先把这个 这个先拧下来 拧下来 这个 先放在这儿 这里面反正有一个新的 在这里面 然后 先呢 先试一下 这个 是不是能够拧上去 可以拧上去 拧上去 但是这个 尽水尽山 不可能完全密封 有可能会漏水 所以呢 就是先 先尝一个胶带 大概知道 它有个两圈就够了 这个 四段 有个两圈 它这个 胶带就 缠上去了 缠上去以后 再把那螺丝拧上 再把那螺丝拧上 它就不漏水 再把这个拧上去 那么 这里面有一个 橡胶圈 顶死在前面 然后 就人工再把它 首先把它拧紧 因为刚才蜜的话呢 是 我买了房子以后 就从来没有动 所以它就 它就很紧 很难 先把它拧 这个手工已经拧紧了 就是拧到不能紧了 然后呢 我再用这个工具 再给它拧一下 现在呢 我手工也下不来了 然后 刚才那个锁死 它这个里面是 它带了一个 可以锁死的 这个 有吗 就给它拧 拧上去 不用 不用太紧 它主要是锁的螺纹 这样的哈 这个呢 现在就等于装好 然后我再把 老了 时间长了 有点老化了 就找一个 这是新的 新的给它 给它拧上去 再把这个装上去 外面的这个呢 一般来说呢 它不需要用工具拧的 你应该就是 手紧就行了 就是手 把它拧紧就行了 好 现在 手拧 拧到 正常 正常放水 先把它 先把它 关上 真空 真空作用 就是说 水管里面一段 是存了一段水的 我现在不是拧死了吗 这个 中间那个水呢 它就把它排掉 那段水呢 就放着洞 所以呢 刚才 你一开 这很明显的就喷水 就是说 一个是反向阀 一个是真空阀 两个组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阀呢 相对来点贵一些 要是单向的话呢 好像是十刀左右吧 现在我们买的是组合的 就是有 单向阀 又加真空的话 好像是二十 二十左右 所以这个喷出来水是对的 如果刚才前面 没有换之前 没有喷是错的 对 就是说 没喷 它没有这个反向 这个真空的作用的话呢 那管子里面 它会流一段水 那个管子里面是满的 所以冬天要是 零下十几度的话 它会把墙也动 动 动这个比较冷 那么 而且这个金属呢 这个它慢慢把热量全弄出来 所以里面可能就动了 动了以后水管就 就爆了 爆了以后外面 而且还看不见 下面这段呢 是真空 那么 防止动裂